欢迎来到2023天使律师的 来 又到了一年一度聚众课堂的日子 让我们合理把明镇剧奔到现场 给天下有情人的弧蟹打一个死结 本着我课道就是恋爱道的原则 我们在今年的影视剧中 精心挑选了十对类型不一旦各有看点的CP 虽然我远称 爱情二姨是今年最清爽的解纪列 看到就是三生有幸 不相思趣是今年最最最虐的CP 初剑级绝别的不解之缘想想就心痛 但这两部在十大高分局已经盘过一次 所以本盘点挑了些不一样的 文性提示 主观主观 非常主观 按照播出时间排序 挂不多说 开始 第十位 心若宁晨桃 愿你生如星辰一带 在天存餐 在地存落 年度阴差阳对CP 对牛弹琴 他人人喊杀的灾心 他为守护苍生注定陨落的陈兴 他们截然相反 又如此相像 都曾经调不及生动 却不得不掩盖曾经生动的自己 赏错花轿 尚对姻缘强 他们一点点补归了完整的对包 当他为天下神隐归居时 是他找回了那个生气的他 那个爱情的他 那个为他心动的他 辣木 文人 没有情或许不是同一人 当他被困于蔑视的流言时 他弥补了那个想要爹娘爱 想收到礼物 想和爹爹下上一盘棋的他 真正做到了不负苍生 也不负夜谈 两个吃尽苦的人 却做出了最甜的糖 他们实现了对包 因为得不到就嘴硬不想要的所有愿望 因此而生 亡其所亡 最后他葬身在他的埋骨之处 守护了他曾守护过的苍生 他用他救回的余生期待 期待他的威月夜 重新回到天上 刚才 我是不是特别帅 帅 特别帅 与完劣动 真是相配 第九位 醉食人间烟火色 有家人的话 是不冷的 今年冬至 我们一起过吧 年度治愈细批 事后秦春 私欺 努力工作的银行经理 景春 传承传统损某的首艺人 他们惊风欲露 亦相逢 便甚却人间无数 从小父母李亚 渴望有个家的私欺 再一次醉酒后冲动说出 我们结婚吧 而景春发现私欺就是他等了六年 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深思熟虑后决定 我们结婚吧 简单的说 我们这叫先婚后爱 这是突然领的 人确实早就爱了 冬至是私欺的生日 却因为一次次被忽视 让他觉得是最冷的日子 直到景春掀起他的手 我们回家吧 他给他做一日三餐 他为他点一路的灯 宠他护他 满眼是他 景春是个被爷爷收养的孤儿 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亲孙子气身 极度缺乏安全给他 他也叫景春吗 是我也叫景春 你的名字更好 陈 是珍宝的意思 是私欺的陪伴 给了他家的感觉 让他在冬至交付了后半辈子 梅子熟食 乱日春去 是绝情深 万家灯火前 他终于幸运到了他的人间 仅代表群圣经 祝景先生和孙子女士 永远幸福快乐 第八位 你给我的喜欢 只要两颗心 不曾离开 总有一天会相遇 这一刻 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生 掩渡要素 集权细极 一期一会 旌旗遇上敏慧 是时隔五年的破镜重圆 他一决 这些技术不能出现 是谁的敌人挨动了 其实星期早有怀疑 傲娇霸总变霸总 我有了一个儿子 求爸爸 爸爸 爸爸 在带球跑最强球星圈圈的主攻下 他们协商指导孩子的爸爸妈妈 你们俩是在吵架吗 圈圈 我们是在大声地聊天 很需要人小朋友的爸爸妈咪 聊天的时候都会手牵着手 爸爸妈咪牵着呢 你看 嗯 你们要乖乖的 星期会在每一次敏慧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但他更知道比相信敏慧有能力处理好仪器 你是不需要骑士的公主 那我只好一厢情愿做你忠诚的卫兵了 当星期因为心脏病复发 放弃求婚的时候 敏慧成为了小交夫的女大佬 主动求婚 惊动过一次的人 再次爱上身体所当然的事 一家三口的日常 搞笑中带着温馨 最重要的是 这一对天的太自然了 第七位 我真心实意的 单纯的 争吵的 星月云 可我 我没有心 那 我借你一颗 严度马卡马卡行星 天业灭雨 她 天药 被天药 肢解的千年玲珑 必须找回身体不见复仇 她 燕慧 不仅天生缺心眼 靠天药的呼心里保密 她还有病 我这个病她有点奇怪 反正就是 缺钱 缺钱 两个人一上来就是偷心的交情 燕慧本来不想吃爱情的苦 但一不小心中了狐媚香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 是我看她这样的 有分 一个被爱情伤透了心 一个连中国都拒绝恋爱的 那他俩是怎么陷进去的人 是为了解开十海尽致的额头贴贴 是戏在手腕上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天药 我在 是西匹本的岸头助攻 他情绪不稳时 他默默守护 他自责愧疚时 他陪在身侧 我相信 终有一天 你会变回真正的龙 还在的二手玫瑰陷入纯情 你不是恐婚吗 分人 直率的体育师勇敢追爱 喜欢一个人 就去追啊 他们来回拉扯着 却始终信任彼此 一路并肩通行过很多个月圆之夜后 才发现 原来古兴从来都是互相守护的那颗心 你所寻 此生一瞬交情之为 我还能在乎你 遇见你 第六位 当我飞奔向你 张璐让 喜欢 宋戴 下场 我觉得今生 何生更喜欢你 年度我最爱可惜批 一让再让 苏再再 锅里四射小太阳 张璐让 心里温暖向日回 下雨天的龙岩 再再对让让一见钟情 自此开始 知求天媚拯救世纪 她永远主动热烈 让在原生家庭里 总被抛弃的张璐让 得到了独属于她的偏爱 而张璐让也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关心 我不高兴的时候 只要吃了果冻 心情就会变好 为什么 我是问你 为什么不开心 即使被迫暂时分开 在高考大师面前 他们也绝不恋爱呢 我们都不要为了别人 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不喜欢这样 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才是最酷的事情 爱恋一个喜欢自己的人 简直是最幸福的事 我已经躺下了 你呢 让我遇见了你 我也妈你睡了 她一偷笑 整个冬天都开始热恋 少年人的心思和心动 被她的镜头一直捕捉 呼叫车驶向未来 耳朵 她用机日子的清孙 她用机日向她求婚 他们的爱一直都是 当我飞奔上你的时候 你也在笑我好 你一辆再浪 有你信任 天知道 看见这些我爱的细皮 有了美好结局 老父亲真的会激动到落泪 不管是发糖还是发刀子 我们的细皮是真的 我们的眼泪和哭中的眼睛 也是真的 身边的同事小哥哥 为绝美细皮哭中了眼睛 还好我们有 欧莱雅自运斗叶霜 你是我的鞋 都知道她淡温有点牛 什么法力纹紧纹都有效果 就真的惊呆 隐藏还是消肿大牢 就真的 不尽其应 性价比一整个大拉慢 倾其一点 光速消肿静置肌肤 按摩头 冰冰凉凉凉 加速循环 光速消肿 换你卡子来大眼睛 坚持有还能把你 打拉下来的眼皮 激流上去 换我们小哥哥 漂亮的大眼睛 使用感受就像可吸气 曾经是享受其中 质地丝滑地像牛奶 吸收速度 比我被安裂吸气的速度更快 早期上班 斩张力按一按 妆前急救官员美貌 妆后服帖放大美貌 再也不担心熬夜追之变丑了 我欧莱雅思运动眼霜 边护肤边可惜 悲欢 但我心中盼视不专一 年路平安 志愿和你长相守 年度清水CP567 你回来做我的月17吧 好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是17 好 他曾是重心捧月的号领王姬 六离失所几百年后 成为一名普普通通妇产科男大夫 闻小六 他曾是高高在上的青秋公子屠山景 但现在只是他捡回来的仆人夜时期 这不妥妥的 尘埃分屈 17是自己包成了木乃伊 还要给小六挡蜡烛油的人 是经历过无数折磨 仍然对世界温柔以待的人 是17让小六看到了善良 可在17眼里 小六才是善良本身 他毫不嫌弃地抱起满身脏污的她 细致地制热了她的身体 还给她洗澡时下意识地害羞 点燃了她枯萎的心 就这样夜时期成了闻小六的小娇妻 替她刷碗 背包 擦脸 铺背 还会凌晨五点 从此才发鸡蛋饼 小六觉得 这世上谁都不会等谁一辈子 但17会 如果等不到 她就去找 我是夜时期 来找闻小六 在17心里 小六是她的全世界 小六给她的 就算毒药 她也照喝补物 小六去见别人 她就算嫉妒 也不会干涉 她只是碍着这世界 总共要求世界 以她为中心 小六先是小六 然后才是她的小六 希望他们能永远是 清水镇上的 闻小六和夜时期 看宋大之二的心情 除了热血 大意 感动 团魂 当然少不了 可CP 王福景 我的女儿 从一开始的触景深情 到这一季 终于开始谈婚论嫁 世俗的眼光里 小景配不上王宽 甚至小景的父母都在劝她 为弟弟的前途当个外事 但小景坚定表示 我答应过她 要一起去面对 这世间的艰难嫌疑 她不退让 我便不会退让 王宽给足了安全感 我爹定不去 要娶你的人是我 所以她疼开 无关紧张 于是小景 在这段健康的关系里 变得更加自信 我一定 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然后总有一天 我会重新找到你 他们是端方正直的君子 遇上澄澈勇敢的少女 并不是一方努力追赶 才能与之相配 而是走完了各自的路之后 再朝彼此奔赴 真正的般配 又该是相得一招 当王宽断了一笔 小景会冷静地处理伤口 而一生从不说谎 她第一次打破原则 原来最高级的情话 不过三个字 你不是不撒谎吗 她哭了 只要是你 怎样都好 曾一瞥近乎 绝时刻不明显 以后有我在 不会让你如此无限 王宽 小景 我们 会一直在一起的 第三位 装强骑士路 你想等的 只是一个起风最少的人 比如说 年度拉扯CP 穿腾CP 徐子晨 口行精 CP最会撩的男人 唐敏 初级律师 有点装 但很清醒的打工人 一个装精致 一个拿枪掉 沉香和活手杆碰撞 让唐敏一眼见渣 这么快就能拉女孩的手了 反正你都觉得我是渣男了 她火力全开 她见招拆招 他们早在说着 千万不要爱上 对方的过程中心动了 楼道里 一次一次亮起的灯 是她止不住的雀跃 也像古典敲碎海王的伪装 真正的心动 是不会做出口的 又误会 电子门里秒化解 高冷精英园地凡族 自己朦胧砸罪撩人 孤独惯了的她崩溃大夫 她会在门外安静守候 她只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她 她却主动要求分担她的难过 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 本来就是很难的 但最重要的 是我想要理解你的心 这个是成余 他们的爱情不只有弑君力气 更是两个被感情伤害过的人 重新拥有再去爱 是相信的勇气 从二五五四一顿的火锅 到十块一碗的魂魂 从于盖迷章的友谊之计 和享约一身的婚姻 他们透过装枪 爱上对方的本质 第二位 明知雨 一个细索 若是爱上了她的目标 下场真的会很惨 年度张力细批 夜色尚浅 她 功尚绝 功门最强的功耳先生 虽一撇就是看垃圾的眼神 她上官且无缝精心培养的刺客新娘 带着任务蓄意接近 不可能 因为 我喜欢功耳先生 他们在蜂窝梅的初见 她毫不掩饰地用轻木设下陷阱 最有资格当职任的 是功耳先生 功上去 你很了解我吗 她受邀入局 却要牢牢把握主动权 越危险的东西越有趣 她不心照不宣 试探着互相接近 渐渐分不清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她的身份存疑 她向来毫无留情 你能不能保护不死 我保护你不受苦 却在诱行时多了一丝不忍 在千层算计 他们包裹着最真的心意 就像 她只能说 此生 长半公司 到最后她却开口 老大走 她怀着孩子逃离 她看着她的背影 也在爱中于死云 只伤着来装借鉴 却用半生来偿还 第一位兰归兮事 咱俩可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百年修得同船度 年度高效CP 大式CP 她大姐春景柔 每天都在被催婚 你都三十了你知不知道 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 每年的目标都是 我今年肯定能嫁出去 她 戎王府世子 一个隐身小天才 桂花糕 去桂花 最会夸夸送祝福 好运 两年 一心想嫁豪门的大姐 遇上人傻千顿的世子 开启了一场美妙的误会 世子以为大姐是广子看上的女人 想要多个朋友多条路 大姐觉得单独约她吃饭 肯定是对她有意思 一个聊事业 一个谈爱情 我想和你交朋友 世子真是直奔主题啊 稀里糊涂把庆功酒喝成了焦杯酒 流想那样了 大姐爱面子 但更爱自己 用有限的金钱投资自己 买不起高价的礼物就送一支舞 直接把世子免得五名三道的 她始终自信洒脱 我是世子的女人 我就是很了不起啊 假如我不是世子的女人 我依然了不起 而另一边的世子开始爱而不自知 冰师出谋划策提出用前事来打击 一百两手下就跟她再无关系 不是 她就一点犹豫都没有吗 二百两 一百两 她心里肯定是有我 她自己都承认了 只是台阶没给够而已 在这一队的关系里 始终是大姐占据主导 生大八八 她两一同框 那就是纯纯处对象 全都是朴素日常 但又能让人开心每一天 好的 以上就是2023年电视剧十大CP的全部内容 欢迎弹幕 新秘密心中的粘堵CP 今年有不少一部剧里出现多个CP的情况 有的是一日恩男胸竟买鼓 有的是主角配角都能磕 本着刷到哪对磕到哪对的原则 希望大家拉不得同时也保持必死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奔斗 可CP有一种特别模拟 能吃在平凡生活里的各种苦恼 让人看着忍不住跟着嘴角上扬 或是带入其中憨怅淋漓地哭一场 但不要忘了 可CP的本质是为了自己快乐 都没一个可CP的你 甜甜快乐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